云间新生命的降临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很开心的事 不过台湾桃园一名有姓妇人二月出产子 没有想到男婴出生时胸前竟然是多了一条腿 医生诊断这是寄生性的连体双胞胎 但是男婴的父母质疑 生产前已经做过了11次的产检 为何都没有发现异状呢 认为是院方明显存在医疗疏失 小男婴刮刮坠地开心迎接的父亲却吓了一大跳 怎么也没想到儿子胸前竟然出现一团形状像臀部的肉球 旁边还挂着一条细长的腿 旁边那就是小脚 宝贝儿子变成这副模样 当爸爸的怎么接受 尤其太太定期传检连超音波都照过11次 医生还有30几年看诊经验 怎么会连这么明显的异状都看不出来 产检的时候医生都说OK 他从超音波看都没问题 他都说没有问题 我傻掉了 那太离谱太夸张了 甲起这件事还满肚子果 男一夫妻说老婆怀孕28周时 医生产检提到胎儿头围腹围过大 还有些微胎位不振 那医生说不会影响健康 却没想到儿子是寄生性连体双胞胎 没发育完全的胚胎 会变成儿子身体一部分 至于医院有舒适 照了当下他的位置也许不对的话 或是说他刚好是背对着 我们的所谓的探头的位置的话 也无法在那个位置 从警察出来 并且未观异状 超音波却检查不出 医院回应早就告知家属 构造异常筛检出来的几率 只有6到8成 双方各有立场 谁对谁错 还得等医事审议委员会判断后 给家属一个交代 我的心顺 我应该说 满岳 你最后的 我应该知道